我都不知道拿到什么 这个好 这个可以敲 哇 这好酷啊 我喜欢这个 帮不下了 那我也想拿一个剪盘 哇 这个萨克斯感觉是古董 我想这个 我看来他们都拿下 你是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该拿啥呢 但玩具也轻应该 他们会反着来吗 我也不知道啊 皮划 那我也拿一皮划吧 他们俩都拿了 我就感觉有点 有点蹊跷 有点蹊跷 跟一波风 跟一个 你这个弄的我也很想跟一波风 也要拿一个 一个品类里选了一个 跟风 我拿湿的太大了 为什么他们拿都一样啊 你观察 有的人是知道什么是值钱的 对 你他不是胡拿的 看来有人知道琵琶是贵的呀 看来弹的是最贵的 我一会拿五六个琵琶出来 拿去吧 找点好拿的我叫这 这六样也不好拿啊 分两次吧 对啊 牛克林里 你就差点把这搬光了我跟你讲 我我是找那个好班的 妈呀 六样也拿 那个地板也拿来了吗 地板那个是什么类呢 他那个算键盘 地板键盘 他拿了两个键盘 俩键盘俩锤管 对 你这种同一类型拿俩 你就绝对是有问题我跟你说 不是你这么着不好拿吗 不不不 你这 你看都拿这个了 你看他肯定有身份 你俩这 你俩拿的 不是百分之百有身份 你们也拿这个键盘了 只是没有了而已 你别猜我了 你俩键盘俩锤管 而且他也拿了这个喇叭 他也拿了这个喇叭 对啊 我都没看类别 我也没看吧 我随便拿的 我就拿了喜欢的 我是两个玩具乐器 一个键盘一个口红琴 跟风拿了个琵琶 然后还有一个小琳琴 那你为什么拿俩玩具啊 为什么拿俩玩具啊 因为因为我喜欢 我以前拿这个写过歌 哦 home home home是用这个写的 就是我随便弹的 哦 就弹出了home 所以我一看到他我就拿了 没事现在我们也知道了 哇 谢谢你 谢谢我 谢谢我又不是我写的字 今天来为大家公布一下 场上拿到乐器最高的价值 一千四百八十二币 哇 最少的只有三百四十二币 一千四那最起码拿了两个五百的 吹管吹管 吹管应该五百了 吹管这是谁的 我呀 哈哈 这全是吹管 对啊他全在你们那他三个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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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拿三个的话 他应该是一千五百了 但是这个肯定也不便宜 吹管肯定不是五百的 可能是四百的 你们也拿呀 哈哈 谁让你不拿的呀 你们两位的身份是长期潜伏在无音乐协会中的爱乐者 代号蜗牛与黄铃鸟 你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找到隐藏在所有成员中的无音乐协会会会长 只要淘汰他就可以让一二三成的人重新享受音乐 在今天的每轮任务结束之后 所有人都会去乐器仓库挑选乐器 但是只有五音乐协会的会长和你们二位是知道所有乐器的价值 所以在拿乐器的过程中 你们还是要隐藏好自己 别拿太贵了 你们也拿呀 谁让你不拿的呀 我觉得呀 根本没得分析 但凡有一个定量 你才可以去分析别的变量 定量不是他们知道吗 有人是不是知道 你们是不是有人知道 他们有人知道 那对呗 栽赃咱 请大家来谈谈区 领取你们刚拿到乐器来变换的阿米 谢谢 本来六千多都都拿过来吧 这也不知道多钱啊 多少钱就是 他们不会抢吧 他们不会抢吧 完了我暴露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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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